剛才提及公佈業績亦有人想分析一下 因為他們有貨陳太,66港鐵 業績算不算好,是長期股東 44元有貨5,000股 是否繼續握住還是其他公用股? 如果你給我選擇,我可以考慮其他公用股是收積股 因為我覺得港鐵雖然大家感覺上很溫宜 而且大家的能見度很高 因為基本上都接觸了 而且顏色也有收積 但以我們來說,這幾樣東西都不太吸引 或者在港鐵身上不算太突出 在公用股上來說,業務算不算很穩定 其實我覺得未必是 而以來顏色計算了3厘米 而在公用館裏面真的不是特別高 甚至算低或低 所以我覺得這兩者以我自己的角度 就不是太好的長期收積的選擇 但如果以陳太,他本身也是長期持有 他也說明是長期股東 所以你自己一直都是長期持有的時間 我覺得又沒有必要這些位置有什麼變化 除非你有更好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要考慮自己本身路易地的策略 所以如果你說未入場 或者剛才入場 我會叫你去選擇其他或者看其他部分 但你一直都是長期持有的時間 因為你有機會可能長期你44元買落 但你計算當中收過幾次 其實不可能跟現價的均 即你的均價可能差不多 其實最終也不用怎麼輸 還有今次的業績 大家可以說一下 其實今天股價雖然是靠穩 而且你看過業績大量是不差 但我覺得始終也有一些不確定的地方 因為始終他今次業績強的主因 其實都是靠賣樓的 畢業績樓面是一個很大的增長 但是你始終說鐵 雖然可能很多時候他有一些地址上蓋 或者不同的項目可能賣 招標或者慢慢入帳 今年他借也有很多部分項目都可能入帳 但始終不是每一年都能夠靠這個 變相可能有時候他那一年多 這條數會很大 但可能下年沒有什麼時候 這條數會很小 令到營利也會有波動性 因為你撇除物業消息之外 你先看回那些可能是車務業務的表現 但這個沒錯 長遠來說是覺得比較平穩 但近幾年始終有疫情 其實都是會差的 因為你去年看到客運業務方面 其實都是虧錢的 這個上半年可能更加差 因為現在沒有疫情更加嚴重 大家都不是很出街 很少人搭 或者連他自己的班次 都買了很多員工 確實想用他去剪去吃 那這個影響性一定是有的 除了你撇除物業消息之外 真的看回本身 但覺得很穩陣的 一些車票票務業務來計 其實又不是真的那麼穩陣 所以我覺得股價 雖然落到這位 我覺得沒什麼大量的空間了 但會不會很吸引一個很大的上網性 或者剛才提到的顏色 或者是很吸引呢 我覺得是中公挺挺 所以如果本身長期持有 我覺得是可以持有的 但如果是一些未賣的投資者 覺得這段時間 想選擇雲實股去賣 那這次算不算很吸引呢 我覺得就比較入本一點